哎呀,嫁到他们杨家呀,还不错 有老头子在外面挣钱 还有个小的在家,受我折磨,出出气 杨晨 我这个呀,儿子呀,年纪呀,可真大 比我还大呢看着 杨晨 叫我什么呢? 喵喵,来来来,别怕哈 我问你,做饭了没有啊? 你给我过来,喵喵走 喵喵 你在这儿我对我熊,你信不信我告诉我爸去啊 喵喵,等一下妈妈带你去下饭店啊,你先出去玩会儿哈,去吧 哎呀,我怎么看你那么讨厌呢 你看我孩子长得多俊,你看你 还让我给你做饭,你配吧你 你看看你,都赏我了,你不做饭 你信不信我告诉我爸,说你虐待我啊 天地亚的后妈,都是一个一让 赶紧去啊,你要带不去,我跟我爸打电话啊 你真是个混蛋小子 该吹吧你 你别碰我,我才不给你做饭 你给爸,你爸打电话打呀 我告诉你,你爸现在听我的 我那枕头风一吹 我告诉你,你要再不去啊,我现在就跟我爸打电话 我爸现在听我的,我是他儿子 他不听我听谁的呀,行不行把你给凶了你 别打行不行,我做去行不行啊 要不是你家快拆见,老娘才不在那里待着呢 看他熊样子,我做饭去 我看你啊,就是为了我家钱 滚 我等着你,臭老娘们 气死我了,这臭小子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争论他 看我娘呢,看见他都够死够活 好吗? 我妈哪去了? 干啥?不给你做好饭了吗? 你看看我做的饭,能吃吗? 搭子卖盐子了 给我倒点水去 行,我给你倒啊,我倒倒倒 让你喝 儿子,来喝水 就倒这么点水啊 赶紧喝,够谁喝的呀 喝完再倒,喝完再倒 上一边去 找死啊 出来,我倒点水,没有了 我给你 睡着了吧 我让你喝,让你喝 水你脸上你都不行 喝呢,喝呀 你那臭小子,还虐待我呢 我今天就好好治治你 跪呢 喝,让你使唤我 让你使唤我 我今天就把你的腿打断 才来解我心头之魂 我今天就好好治治你 我让你使唤我 让你使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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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腿,你干什么你 现在起来了吧 你还欺负我 你给我打电话 你给我打电话 我给我打电话 你给我打电话 手机不在 我手机呢 气死你 我让了你 我让你打我 让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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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东西吃去了 饿死你你爸 反正好几天都不回来 让你救你 真是狠啊 这女人 哈哈 我腿 哎 这个女人 这很多 哈哈 你给我打电话 你 我腿啊 这女人 咋了呀 你还配 坐在这里 我下去 我下去 你还配坐在缸上吗 你 这一片 就是你的 如神之地 待着吧你 还拿贵 他就贵拿走 看你怎么办 打开去 这个女人 那么狠气啊 这怎么办 我腿那么疼 你给我等着 走 走 搞得我吧 你又等死了 你 哈哈 我出来 妈 你干啥 小春 你这是怎么了 妈 妈 我的腿啊 我的腿走 你这是腿 那我再打他了 妈 我给你打120 快点妈 喂 120吗 好看吗 好看 哎呀 你哥呀 这臭小子不在家 咱娘娘真痛快 关门去 骂去 喵喵去 你不去我去 喵喵 这是我家啊 你一个前妻 你来干嘛呀 你家 你也知道这是你家 有你这样做后妈的吗 咋啦 我就要教育你儿子 看见他都烦 整天还让我照顾他 门都没有 妈 你看看吧 他平时怎么对我呢 你是不喜欢我儿子 不喜欢我儿子 你嫁给他爹干啥 你嫁给他爹的时候 你怎么承诺的 你也是做父母 你也有孩子 难道你这样的女人 教你孩子就是这样教的吧 你觉得你那孩子长大 会成什么样子的人啊 你配做父母吗 别说了行不行 就你话多 想着你 对你儿子多好 他是你亲的 又不是我亲的 我只对我闺女好 你说的对 我是管不着 但是我的儿子 我疼 你等着 干嘛呀 你等着吧你 喂 傻壮 你当初咱俩离婚的时候 你怎么向我承诺的 我说我爸儿子带走 你不同意 你现在娶她媳妇 发展儿子的腿 大惨了 你唯一的儿子 爸 舅 你 你 你没 等着 你等着吧 你也会被离婚 加连你的孩子 跟着你嫁到别人家 别人也一样会对待他 你没 妈她走 儿子走 走着吧你 什么 你要修了我 这什么事啊 我刚走到这一家呀 这该怎么办呀 苗苗 妈真的做了呀 我真是自贵你也不合我呀 小嫂 小嫩 我想跟你说个事 好了 你说 你看咱妹妹都这么大了 是不是跟她找个婆家了呀 咱妹妹啊 她确实不小了 也该谈个男朋友啥的 也不知道她自己谈的有没有 你啥意思啊 就是前几天啊 咱们装的那个王妹婆嘛 不是跟她妹妹介绍个对象嘛 就想问问她 看她怎么样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 她有没有谈男朋友 而她男朋友 把她拆脏怎么办呀 应该没有 你看人家要是谈恋爱的话 天天盯上手机打电话啥的 我看咱妹妹天天就在屋里睡觉 看看电视 也没有异象 要不这样吧 要不你问问咱妹妹 万一她谈着了 把她俩给拆散了 这多不好看啊 对不对 行 要不把她叫出来问问 那行把她叫出来吧 翠花 翠花 嫂子 来 啥事呀 翠花 嫂子跟你说啊 你看你也不小了 该到结婚的年龄了 你有没有谈对象 嫂子 哥 她没谈了 没有男朋友 我就说嘛 她没谈男朋友 这下好了 那个王媚婆 你也听说过 还给你见了个男孩子呢 要不叫那男孩过来 跟你向上亲 你看怎么样 小陈 你看咱妹妹都不好意思了 哎呀 你看咱妹妹还害羞了 你就去跟那王媚婆说 把那男孩子带到家里 如果差不多的话 就跟她妹妹 把婚事给办了 行我去给王媚婆说说 把那孩子带过来 行行行 现在回来吃饭啊 行 哎呀 这妹妹要是嫁人了 真是一桩喜事 这越过越没劲啊 这妹妹一走 这心里空落落的 你说把她那么早嫁出去干嘛呀 这爹妈走得早 就剩她一个了 小陈 嗯 你自己一个人坐在这儿 倒到啥呢 这不是妹妹嫁出去了吗 我这心里怎么说啊 怎么感觉挺难受的呀 哎呀你的心情我都理解 你是担心你妹妹过得好不好 你说你兄妹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 你爸妈走得早 你肯定是舍不得 但是啊妹妹长大了 总归要嫁人 她要过自己的生活 你别想那么多了啊 把她嫁出去那么早干嘛呀 还不如在家多待几年的 哎 你也不能这样说呀 这妹妹长大了 能一直站在人家住着 哎 人家说二大不用你啊 妹妹都不小了 她结婚都结婚了 她肯定过得好 她说过不好 她肯定该回来了啊 行吧 哎 是 小花 哎 你这走那么长时间了 回来 什么都不拿呀你这 我拿不拿给你有什么关系啊 多管闲事啊 还我多管闲事 你爸妈死的早 都是你哥给你嫂子 把你养大的 白眼浪 把你养大了 连个东西都不给你哥呢 哎 你真的是个白脸狼 哼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多管闲事啊 我想拿就拿 不想拿就不拿 什么人啊 哥 嫂子 谁啊 呀 妹妹你回来了 哎呀 可想死我了 你怎么回来了呀 七花 哎呀 嫂子 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我在我婆家过得还不错 对你挺好的吧 应该 我这次来呀我跟你说一下 我呀 我跟我老公啊去国外了 五六年都不回来 你听 这妹妹一听都是过上好日子了 妹妹 你还担心她呢 你去国外干嘛呀 你在家好待着不行吗 非得去国外呀 对呀 我婆家啊 她们都去 我也肯定要去了 哥 有可能还不止五六年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嫂子 你们俩 要好好的 我会想你们呢 妹妹啊 你这一走 我怪舍不得你呢 要不你在家住几天再走吧 对呀 醉花 哎呀 就不住了 我特别想吃我嫂子 最拿手的那个红烧肉 嫂子你给我做好不好 行行行 让嫂子给你做啊 我马上就进门 行行你去吧 你俩在家聊天 行行行 妹妹 让我看看你 哥 你看你我都长大了 哎呀 哥 这不是担心你吗 担心啥呀 我好得很 你也去厨房过做菜 行行 你那等着啊 嗯 这钱 准备多少 这有两千多块钱吧 咱们家也没多少钱 你看这妹妹要出国 一出去都是五六年 这当哥的 心里怪不好受的呀 那行 就给她 在楼上买点东西啥的啊 那行 醉花 哥 嫂子 我要走了 妹妹你别走 这个先拿着 这是你嫂子 给你结婚的红帽 你说你们俩都是农民 你们挣个钱也不容易 这钱 拿着吧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拿着吧啊 那行 嫂子哥 你俩 哎 你这干嘛呀 你这是 妹妹走了 行 你走了 照顾好自己啊 嫂子 哥 走了 行你走吧 你说这妹妹一直走了 几年不回来 哎 你 小平 怎么了 小平 怎么了 咋了 各位我进屋 发现 这有一张卡 不是咱家的 这还有一封信 这不是妹妹写的吗 这还真是啊 什么 笔记的事 哥 嫂子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可能都坐上车了吧 我 特别感谢 你们给我的 所有的爱 这卡里有五十万 密码 是哥的生日 我记得呀 可牢了 你们俩呀 拿着他做个小生意啥的吧 哥 嫂子 你们辛苦了 小平 嗯 你说咱妹妹 你说走了走了 还给咱这么多钱 咱就给她拿两千块钱 你说咱这做哥哥嫂子的 我就是怕她嫁人怎么看她呀 你说是吧 嗯 零多钱 走都走了 嗯 以后咱们赔上她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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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